挖掘新闻内幕 挖掘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好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呢 是退休的刑警 高人和高刑警 洪一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媒体工作者徐清皇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精神科医师 邓慧文 邓医师 邓医师的新书 婚内失恋 什么意思叫婚内失恋 很多人都认为在婚姻里面 没有恋爱的感觉是正常的 这本书在告诉大家 如果你觉得很痛苦 你也是正常的 就是婚内的失恋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值得去 比例有多少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应该蛮高的 从输出来之后 大家的回应来看的话 婚内还可以 结婚了以后还可以恋爱 就是在婚内里面 失去了恋爱的感觉 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定义它 所以我就把它定义出来 我猜应该95%吧 有这么高吗 有些连回去连一句话都不讲 我那天还碰到一个朋友 在吃饭的时候 对不起还没介绍 调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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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婆抱怨说 我老公回去了 没说饭富的 怎么开水 就是要跟他叫啥 无情 很可爱 好另外呢 我们这个书 赖律师说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啊 觉得我拿来一下 借一下 你怎么给我 律师赖方玉赖律师 大家好 以及作家H 大家好 欢迎五位 看到这个阵容 跟感情有关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说不出口的秘密 那这个事情我觉得还 真的是有很值得讨论的空间 就是23回阿兄 那没女朋友 所以要求妹妹 让她拍裸照 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么重大 是因为爸爸 把哥哥送去就医 来请问跟大家说一下 好 他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在云林呢 有一个23岁的这个哥哥 那这个哥哥怎么样呢 他对他妹妹哦 其实妹妹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这个哥哥竟然跟妹妹说 他没有看过女生的裸体 然后呢 希望他的妹妹可以给他看 那然后呢 妹妹在他的百般要求之下 勉为其难的 真的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看 然后这个时候呢 哥哥竟然把手机拿出来 为什么要把手机拿出来 他竟然跟妹妹提出要求说 要把他妹妹的裸体的照片 把他拍下来 那妹妹听到这句话之后呢 很生气然后呢 就穿起衣服 然后就冲出去房间了 然后呢 过了几天之后呢 妹妹心里就越想 就觉得不舒服嘛 有一个那个 好像情绪憋在那个地方 所以过几天之后呢 他决定要跟他的爸爸 讲这件事情 那他跟他爸爸一讲完之后呢 爸爸一听了 当然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嘛 很严重啊 就怎么会我的儿子 要竟然要拍我的女儿的裸照 那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 爸爸就决定呢 把哥哥找来 然后跟妈妈一起 三个人就一起谈 那谈完之后呢 爸爸觉得就是说 这个自己的儿子病了 自己的儿子病了 所以呢 他就要把他儿子呢 他就带他儿子去看医生 等于说看精神科医师 希望做諮商 那可是当他带去 要做諮商的时候呢 这个社工园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这个非同小可 因为23岁已经成年了 那既然要去拍 他的妹妹的裸照 所以社工园 当然就主动 把这件事情通报 那结果一通报之后呢 哇这不得了 这可能就要吃上官司啊 那所以这件事情 就对这个家庭来说 就好像笼罩了一层阴影 这个儿子可能因为 其他这个行为呢 可能会吃上官司 那爸爸就非常的自责 因为爸爸如果 他就觉得说 我如果不送我儿子去看医生 是不是就不会害我儿子 可能会吃上官司 留下案底在那个地方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他当初的那个 一个小的动作 对这个家庭来说呢 后面造成非常大的 风波跟压力 他可能违反的是 儿童及少年性剥削 防治条例啦 不过这个法律问题 等一下可以请教赖律师 其实 我先要请教高刑姐 如果你是这个爸爸 你发现这个事 你会怎么处理 我会 我们讲实在 像这种来 法律的观点是叫 情法理 理法情 法情理 那他这个出发点 不是在于法 你的出发点 绝对不能用法来 先谈这个家务事 他应该是从亲情开始来谈起 所以那情情开始讲 那如果我是这个父亲的话 我会像那个父亲一样 从这个情 感情论院开始来 来谈这个事情 那再来谈道理 再来讲法 那我们从头到尾 不可能会有讲到法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爸爸不了解 所以我个人的话 所以我个人的话 我会跟他爸爸一样 甚至于找妈妈一起来 坐下来 三个人 两个爸爸妈妈跟孩子 来谈这个事情 那谈完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要选择就医 一定会选择就医 因为这个孩子生病了 他这个孩子绝对不是有任何的意图 说要跟他妹妹的侵犯 但是现在台湾的很多制度 就是没办法 它触犯于公诉罪的部分 你卡到这点公诉罪 好像说没办法 不是我们现在不能去怪那个法 那个法是要保护很多的 是 对很多的儿童 那H如果你是爸爸 你会怎么处理 现在知道了这个法 结果不会送医了 那提前你也不知道 对 提前我也不知道 说实在话 所以 你觉得这样的行为 一定要就医吗 这个真的很难去判断 因为 你很难分辨说 你的这个儿子 他是恋童癖 还是纯粹的 只是对于性这方面 他因为好奇 然后真的找不到对象 找不到一个管道去发泄 或去寻求 所以 如果 当然我们说 我们长时间看很多小朋友 他长大 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很理解他 可是很多杀人犯 或者是强暴犯 也都是这样来的 对 对啊 所以我 我认为 就医是好的 OK 他之所以这么的艰难 是因为 爸爸发现 这个被遗送法办以后 他儿子以后有前科 我觉得那也不是前科 那是大家都指指点点 他后面要去社会 站起来很困难 甚至要娶婆 要交女朋友都困难 第二个是 他妹妹也被知道了 这个爸爸说 他自责到想自己去自杀 你看这事有多严重 那我请教一下 精神科医师 邓医生你怎么看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 大家都知道 其实里面是有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 其实刚刚高大哥讲的 那个是很重要 很多时候资商师 或者是医院的人员 去通报之后 那个东西会不会成案 所谓的会不会成案 会不会起诉 其实在检警调查那边 有很大的情理法的空间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通报之后 后来是没有成案的 这是第一个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误会说 他被通报 其实通报是通报一个调查 他是为了保护一些弱势的 特别是这些儿童青少年 但是 真正有意侵犯人的 对 制裁那些人 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 在经验上 觉得警方或检方 在调查这些事情 决定要不要起诉办案的时候 我觉得是还蛮有说服力 就是他们不会像这样 像我是同意像高大哥讲 可能不见得会起诉或是什么 这是法律上 可是法律上不是我们 掌握在法律上 掌握在法官手上 对 但是就算我们对法官有没有 或是整个法律 有没有那样的信任 那第二个就是说 就像高大哥讲的 不报是不行的啦 因为很多的家庭 他们认为他们有能力 去约束这样的行为 或导致这样的行为 事实上他们是没有的 所以后来会铸成大祸 那对于那个受害者而言 只要他讲出来一次 然后后续其实是被掩盖的 他就会觉得 他这个行为是不被接受的 那就为什么有那么多 性侵害的受害者 他是一辈子的疮痛走不出来 所以这个法跟这个要通报 这个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事情 好 只是说 现在您刚刚讲到说 现在这个父亲这样想要带他去就医 事情却变成兄妹两个一生的污点 这中间还有一个没谈的环节是 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大家都知道 它应该是一个被保密的过程 然后如果没有尘案甚至没有起诉 就没有前科 那如果你是这个爸爸 你也认为这个小孩子必须要去看医生 我基本上还是认为他们做的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就像是比方说我们以前在工作当中说我们看过很多这种例子 好 比方说母亲来谘商他的婚姻问题说爸爸有外遇 就是他先生有外遇 就是他在跟我们谘商的过程中告诉我们说他让女儿去抓奸 他让他未成年的女儿去 他开车载着女儿 知道爸爸跟那个女人在车上车证 然后他让女儿去趴在车窗上看爸爸在跟那个女人做什么 因为他自己没有勇气去看 好 那我们知道了 我们同事知道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议当中会必须要讨论说 这样子有没有对这个女孩构成一个危害 因为你是强迫他去暴露在这种 性交的实景 而且还是他爸爸 你这会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有在需要通报的事情的边缘了 可是这个东西就难了 所以所有做心理智商的人或精神科医 所有医疗人员其实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这个如果是蓄意的家暴或者说伤害 这是非暴一定立刻就暴 可是有时候这种情况 大家就会面临人情的两难 那有时候有一些比较细腻的资商团体 例如学会啊什么 有自己内部的资商伦理 就是说要去报的时候 必须要跟当事人做很好的沟通 甚至有些资商是会告诉他说 你讲这些细节的话 如果有牵涉到什么什么什么 我一定要通报 然后让对方自己决定 他要不要讲到全部的细节 有人会这样子 对 那老公在里面的车证 有母亲不敢去看 他自己不敢去看 为什么 有的人觉得如果是他去看 他老公不会给他好脸色 就是他老公可能冲下车 会先把伴 会先把伴 但是如果是女儿去看的话 爸爸不会 对对对会看在女儿的情面上 会有一点羞耻心或者什么 所以像这种事情 这就是一个 而且这不是只有一个例子 就丈夫有外遇的时候 叫女儿去做这种事情的 还蛮常见 那这个都是对耳少的一种 那为什么妈妈要带着 未成年女儿去啊 他就是 就是我觉得在这种状况 有时候人要控制自己 就是会想要把小孩拉在自己这一边 看你老婆那样 对对对 然后壮大自己 一方面觉得说 如果跟老公决裂的话 会不会失去监护权 失去很多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很多的人 会把小孩拉在旁边 要他目睹这整个过程 或者目睹这个过程中 你母亲戚都是因为你父亲的 就是让小孩可以对他有同情 或者什么 可是这个都是对小孩伤害 所以有时候像 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 都会把儿少的保护 放在我们的心上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有一些技巧的 跟这些父母讨论说 你现在状况可能会伤害到小孩 那当然我们是站在你这一边 可是你一定也不希望 小孩未来有伤害 所以我们要替你踩刹车 那法律有这个东西你要知道 通常他们知道之后 自己也会去注意 我如果小孩没带去 我自己一个人不敢看 我又要怎样 你说 那个妈妈 报警察 报警 报警可能他刷牙了 我老公就没那么久了 你不要出现就好 没有啦 叫警察去看就好 他不要出面就好 其实很多是找警察去 对 找警察去 对啦 可是报警 报警已经来不及了啊 对 他就是出门我就知道 他要做什么 我随便出去啊 基本上郑大哥 现在警察绝对三分钟之内会到 其实这里面牵涉法律问题 等一下请教莱律师 好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真的三分钟会到 可以搞吗 好 不过我们也不能够误会警察 或者是社工人员或者医院 因为这位云林这个朋友 他其实是有求助县议员 有可能是先议员为了这个开记者会 或者是什么呀 选民服务 所以这个报出来 那我请教一下赖律师就说 这个哥哥拍了妹妹的裸照 这样子会犯什么罪 对 就是儿少性剥削条例 这个已经没有规定了 就是对于儿童的这个 有任何性剥削的行为 所拍摄的影片 或者是我们称之为儿童色情视频 这是儿童权力公约特定用的一个用语 叫儿童色情视频 为了满足性这件事情 儿童的身体一部分 做拍摄的这些制作品化 全部都是涉及到儿少性剥削条例 那大家可能会在媒体看到这则新闻 它上面跟你写的一个叫做 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不算轻 可是我要再跟各位再提醒 106年的11月29号再度修法 修成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更重了 更重了 只是目前还没有正式实施这样的法律 只是在今年的11月29号 又再度加重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可能有人认为说 你只有儿童这边拍了裸照 拍了裸照这个 你看到这件事情有个特色叫做家内 家内像我觉得会文就可能会常常碰到 家内的性侵行为 当然这个是儿少性剥削条例 不应该用性侵两个字 它是拍摄了儿童的裸照 家内只要涉及到家内类似这种行为的时候 你会发现被害者 所谓被害者是被保护的这个对象 他会受害最深 妹妹 会受害最深 因为他会认为说 因为这件事他说出来之后 他第一个当下 才搞到这么大 对就是第一个当下 他的受害这件事情 很多人会认为说 那你为什么要不拒绝 你光不拒绝被害者就被指责 这件事情他会受到这样的一个 哥哥啊 对 但是是说他在这种情境下 他是很难以拒绝 可是被害者往往会被指责 你为什么不拒绝 你为什么要说出来 第一个对 第二个你为什么要说出来 第三个他变成了一个家里 这么大的一个风暴 似乎这整件事情 只有你能够去处理 你又被背负了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责任 所以他的那个创伤 每次在我处理家内的一个性侵害事件的时候 那个创伤最深的 大家现在可能看到说 哇这个孩子 这个少年可能被送到司法程序 他成年哦 23了 对这个是成年 年轻人怎么会这样子 只是好奇而已 或者是父母也崩溃 但是实际上这里头最没有说出来的 其实是那个女孩子 他受害是最深的 所以他二度伤害 三度伤害最深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为什么说到医院求助是一个 父母亲还是值得被肯定的 但我觉得在讨论一件事 就是某种程度也反映这件事 其实我们对于年轻人或者少年 有一些性好奇跟性探索这件事情 我们台湾就是欠缺性教育 哎呀 我跟你讲 国中的时候 每天都在想那件事 那怎么处理 知道自己要克制 然后我觉得我爸妈鞠躬绝尾 因为早上叫我重点 晚上也叫我重点 说得如你挡 发泄经历就对了 我回去以后倒头就算 没有时间想其他的 我讲实在话 所以我是说对于性探索 跟性好奇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很公开应该很健康的去看待这件事 到底要怎么样去处理 像我举例我处理的 看到很多的案例当中 有些孩子他对于性探索跟性好奇 他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 所以他就会就近找一个 所谓他认为的安全的方式去处理 可是反而是最不好的 比如他找他妹妹 这样的事件并不是只有单一 我觉得这个很多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讲实在话 我才不相信一个23岁的年轻人 在台湾还有人不知道 从网络上去下载 当然不可能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拍妹妹的 所以刚刚我来说 这可能有恋童癖的一种倾向在 因为看到这个新闻 我刚好想起上个月 其实日本有一个还蛮 台湾的漫画迷或宅宅会很理解的一个新闻 是有一本漫画叫神剑闯江湖 他非常红 他的作者叫何月升红 47岁 他这个书已经卖了3000万本以上了 但是这个作者 前一阵子3000万本 对不起 6000万本 舅路硂 他已经翻拍电影翻了三部了 而且每一部都是花了几十亿日闭去拍的 而且还有真人影片 对 这就是电影 然后这个作者 你这样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孤肉寡闻 没 因为这个对于次文化的人会比较了解 这个作者被抓到 就是说他去购买幼女的DVD 就是未满15岁的 后来那个警察就到他们家去搜索 就看到他家里面有很多是 未成年的照片跟DVD 他拥有 他就被抓了 所以他最近有一个新的连载就停了 可是这个事情 其实在台湾是没有这么 就是说在台湾的法律 好像是拥有DVD或照片 是不构成犯罪 是像刚刚讲的是 他去拍摄这件行为 他才有构成犯罪 所以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做 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么严格的 判定我认为是为了要抑制 这种恋童币的案件发生 HV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也问你 因为我们都是过来人的男生 都经历过那一段 就是你当时是怎么克制你自己 我没有克制 什么意思 所以国度的时候没有克制 不是为什么要克制呢 就是把它排泄掉 发泄掉 因为现在是有网路 以前是没有 那如果你对女体会好奇 如何处理 有专门在播放这种电影的电影院 是啊所以他知道 一定有管道的 以前我们有录影带 有书籍 对不对 也没有 我以前说国中也没有 今天没有 我认为国中哪有 没有 国中也有小本的 有小本就有 以前那种地方二轮三轮电影院 有在播放这种 对对对对 不行吗 不是我们不是在讨论上这些 我讲实在话 这是就是每一个人的经验 有每一个人他去处理他的方法 我是比较好奇就是说 这个23岁的男生已经23岁了 为什么还对妹妹的裸体好奇 就家里有这样的青少年的爸爸妈妈们 我讲实在话不要低估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走过那一个阶段都很辛苦 因为23岁都可以当爸爸了 就是说那个性冲动会让有一些 让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控制 真的我讲实在话 那我再请教赖律师 因为也许你可以不回答 因为赖律师也有一个大学的儿子 你是怎么教育他 我教给爸爸 那爸爸如果没有教他呢 我这样讲 爸爸会不教他吗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对于男性的性探索的历程 有时候跟女性不太一样 我必须先承认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就是bodybody之间的一个对话 是比较容易让这件事情 是用比较健康的态度来做处理 因为我不认为说性探索是生病 性好奇跟性探索都是一个很正常的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成长历程的过程当中必经的 所以那这样的一个引导 有人是从像刚才郑大哥在讲说 他从网路上下载 那有人当然是这样 但是我最担心的是 其实网路上下载的 如果是A片 他不一定是教导 是一个正确的性教育 因为他里头 把性跟暴力做了结合 他反而就是 让我们的性侵害案子 为什么一直处在一个状态 就是一旦发生了之后 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局内人 也就是所谓的加害人跟被害人 其实都处在一个说我都是被害的 我弄讲一下这个家里的事情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 儿子在国中的时候 电脑里面就很多了 真的我讲实在 正常的 那是好的啊 我太太很紧张 有一天他上学了跟我说 电脑里面都是 我说我很高兴 他说为什么 我说第一个 我也是过来人 第二个事情是 这个是荷尔蒙到那里 他表示是个正常的男生 只是我们要告诉他 这个事情要节制 要怎么去节制 我是这样子跟小孩子说的 还好 应该也算渡过难关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点 刚刚赖律师讲的那个缺乏性 赖律师我们等一下好不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来 来 邓医师你刚刚补充 我说所以啊 刚刚大家在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23岁 他有什么样的性冲动 那个是一回事 那个可以是无远不戒的 可是他在对他妹妹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那个意识层次 知道自己正在犯法的那种意识 他知道有多少 我们想象他知道 可是我看过的很多案例 偏偏就是很多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他这样子 跟他把他妹妹拍照 甚至是找一个女同学上拍照 是犯法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不知道 所以除了说熬过那个 性冲动的时期之外 应该是说在整个 我刚刚要讲赖律师讲的 我们那个缺乏性教育说 这还包括了 你有性冲动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有性冲动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有哪些事情你要注意 有哪些是会 哪些是法律 法律是为了保障什么 这些是应该要教的 应该很想要教 所以才会说 我们现在的那个什么 健康教育课本 连两页合起来会怎样 都有人受不了 到底要怎么去教这些事情 好 这个我来讲 在课堂上对小三学生 教导保险套 引发家长反弹 并且哀告猥亵孩童 还有黄亥风化的一个 高雄市小岗的国小老师 叫刘玉豪 他在他的脸书这样写 他说有家长团体 日前检举我们的国中教育的 健康教育的课本不适当 那理由是什么 来 请大家看 刘玉豪 在国中任教 健康教育的朋友 传给我的讯息 前两天听到某市家长团体 检举国中健康教育课本 不适当的最下理由是 左页是女性生殖器官图 右页是男性生殖器官图 把课本合起来的时候 男女生殖器官就会碰到 现在这是你 高雄先生 现在这是如何 这家长是如何 我三条线 家长团体 我第一次觉得 这种家长团体的想法 和我平常接触的家长的思维是落差蛮大的 因为有的其实学校 我们以前国中叫做 国中教育十四课嘛 所以十四章 以前我们念书的时候 老师都说自己回去看 怎么要插他 那我们完全一知半解完全不懂 也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些观念 听老婆老婆就说 没法人跟你说这么细腻嘛 所以我们是我们这个 我这个同学的年纪接触的 大部分都是耳濡目 然后听人家说 听说听说 没有像现在是写的这么的细腻 让我们可以马上 那邓医师你觉得家长要改编吗 你说这个家长 不是我就普遍 我是觉得需要改编啊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有网友回应说 很好这样合在一起 就会生出小课本来啊 就会生出小课本来啊 我基本上觉得这些家长 为什么那么害怕 小孩子去接触到性 第一个是他自己其实是害怕 那我们讲的比较那个一点 就是说其实这些父母满脑子里面 都是性的焦虑啊 满脑子都是性的焦虑 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去处理这个性的焦虑 那其实我们的性教育 除了告诉人家 你的身体怎么样之外 本来就要告诉大家很多 这个身体的变化 会带来哪些心理冲动 所以这些其实是一直存在的事情 你不跟小孩谈 小孩就是像刚刚各位讲的 一样在那种黑暗中去摸索 然后为什么以前 那个十三十四张老师不教 我的印象呢 我那时候教健康教育的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是一个 那是体育老师 他其实也教体育 然后我的印象里面 他其实不是一个很震惊的女老师 就是他自己讲到这个时候 他就一直笑 然后他的态度就引起班上的 就是同学们会觉得很怪异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比较活泼的人 就会向他教男同学的时候 因为老师自己都不是很震惊了嘛 然后男同学就会 应该说当一个老师 一个女老师 他自己没有办法很震惊的 教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会让学生也感染了这个焦虑 那感染焦虑最好的方法 那些男学生已经是青少年 他们会觉得说 一个女人 老师变女人了 所以他们就会变男人 你知道吗 他们就开始讲脏话 开玩笑 大家要来用那种打岔的方式 化解焦虑 所以当他们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 老师就理所当然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教这些 男孩子这种东西 那他要去教女孩子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很舒服 所以女孩子也会焦虑 所以有一些同学就会说 老师我们不想听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去打球 我们可不可以 这堂课来复习考试或什么 然后他就说 这是同学要求不上这堂课 那我们这种很想上课的人 如果举手说 老师拜托你讲好吗 我不变态吗 我会被人家怎么想 所以便很想听的人 是没有办法听这样子 然后就是 但是有些人 其实他们不是不想听 那些男生女生打岔 是因为老师自己 没有办法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支持 我们甚至应该要去知道说 老师们在教这些东西的时候 遇到哪些困难 例如说家长的困难 然后能够有一个 社会上支持的力量 你知道国中多好奇 我都还记得我们班有个同学 名字都还记得 不后面讲出来 老师只要讲到 人要精神 精 春天来了 春 树干挺直 干 你知道那个国中 是这种地步 我觉得蛮能想象的 但是我觉得很多家长 其实面对性教育这件事情 其实态度真的还是很保守 我举个例子来说 因为我常去脚底按摩 一个礼拜要去两次 然后呢 就坐在旁边的 刚好就是一位家长 他都也会带他的儿子去 那他儿子是国一 那我那时候刚好 林亦涵事件在发酵的时候 所以我就跟他谈到就是说 那你要怎么告诉你的儿子 你儿子以后 如果你都不告诉他 当他遇到 类似像林亦涵状况的时候 他要面对你 他会不敢讲 那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告诉他一些东西 他说不行啊 他还国一而已 我现在太早告诉他对他不好 那我就说那你儿子 都不会好奇 然后去下载一些那种 摄情影片来看吗 他说他上次有啊 我上次看到我吓一跳啊 所以我就后来 我就告诉我儿子说 你太早看这些东西 对你的人生以后很不好 所以你自己要想清楚 不要去碰这些东西 所以你有没有听到 从这个妈妈的 他教他儿子的方式 是告诉他儿子 看这个东西 对你以后很不好 所以在你成年之前 你最好不要看这些东西 你想想看哦 光是这所谓的 看这东西很不好 对这个小孩子的性交 要有任何的期望跟帮助吗 很不好 但他选择就是说 用这种方式去告诉他儿子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很多家长 在面对这性交易 这件事的时候 他态度其实还是很保守 可是那个保守 在后面 你说他小孩子 以后就不会去看吗 其实我一点都不相信 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你看到刚才是妈妈对吧 对 好就是刚才郑大哥问我那一题说 对于儿子的性交易 你会怎么做 我会说交给爸爸 那你就会看到 就如同刚才惠文在提到 一个女老师在谈性这件事情 是如何的压抑 就是如何觉得是羞耻的 好像淑女不能谈性 有家教的人 就不应该谈性这件事 可是性本身是一个很健康的 那这件事很健康的事情 为什么一个女性 我就讲说性交易会带来的 就是性别交易嘛 也就是说 为什么女性对于性这件事情 如此难以其口 而且会认为它是一个 非常好像很羞愧的事吧 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讲就不专重 讲就不专重 那这件事情就是要透过 更多的支持说 其实这个是一个对的事情 因为以前都认为这是错的事情 因为你就会被摆入一个不正经 或者是什么变态两个字 不好其次 你会变成一个负面标签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女性就不能谈这件事 那你既然不能谈 你怎么去跟孩子交 就很难啊 是是是 那请大家看 这个事情发生在中国南京的高铁站后车室 那这个是妹妹 这个是哥哥 那他们在等车的时候呢 父母亲都在旁边 但是哥哥的双手是伸进妹妹的胸部里面 好 来 许晃 这案子 这个案子在中国也是引起一阵的轰动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事件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一家人 他们等于在高铁的后车室里面 那其实里面人没有很多 然后重点是大家旁边的民众看到就说 这个怎么有一个男生 他已经成年了 他其实是一个断姓的男子 大概18岁 那结果呢 他的妹妹就是看起来应该是他妹妹 就一个女童坐在他的那个腿上 然后呢 这个哥哥在众人的眼光之下呢 竟然把手伸到他妹妹的胸部里面去戳柔 而且时间前后竟然长达五分钟 五分钟这个你看这个18岁的断姓青年 一点都不在意旁人的眼光 所以旁边就有热心的民众就把他拍下来 然后呢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等于上是要爆料 那爆料出来之后呢 当然就是说警察要查嘛 后来就查到这个男子的家里面去 那查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呢 这个断姓青年的爸爸就出来 就是跟这个警方说 就说啊 这我疏于对小孩子的性教育 他说他以后呢会改善 可是往下面再去查的时候 发现事情更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他的邻居哦 出来爆料说呢 说这个美眉这个女孩子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就光屁股在家里 这样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啊 那表示他小时候的状态 其实就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对不对 结果后来再一去查 就有人爆料说这个 他的爸爸的 等于说他的那个 所谓的云端的储存空间里面 存的都是这个小女生的那些 裸体的一些照片 他的养女耶 对 他的养女的照片 因为这是养女 他不是他亲生的哦 所以大家就怀疑这后面的问题更严重 已经不是只有这个哥哥的问题 甚至爸爸都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他这一家人 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其实原因在这个地方 是 你看这男孩子哦 哥哥这样戳揉他 他还在看手机 他也没有说哥哥不可以 或者跑开 对 父母亲也没有给他制止 对 这实际上是很奇怪的 那高刑警是办过一个案子 是 是夫妻离婚了 女儿跟爸爸同住 对 我在少年警察队的时候 有一天 一个社工带着一个妈妈来 我这边报案 他说他的女儿 现在高中二年级要升高三 那跟他妈妈说 从小到大 跟他爸爸共育到 现在还在共育 高中啊 高中三年级 跟他爸爸共育的时候 他爸爸还会碰他的胸部说 你现在这个差不多 B罩杯 西罩杯这样子 然后会跟他讲 女孩子叫他 女儿帮他爸爸刷背 让他爸爸帮他刷背 可是他女孩子 越大就越觉得怪 又觉得很不舒服 又不敢跟他爸爸讲 然后他爸爸会有生理反应 那女生害怕 那害怕就跟他妈妈说 他妈妈因为跟他爸爸离异了 所以他妈妈就找社工人员 社工人员说我们也帮不了你 那我们请那个少年警察 就来我们一起过去你就好了 结果我们去到他家的时候 在北投那边 我们去到他家 他爸爸 我们还在楼下 他爸爸马上把社工 从楼上轟下来 看下来 那我们家教来 管你什么事情 出出出出 因为 第一个没办法 你看不到 你没有任何证据 不像他这个有拍照片 有证据 那是单方面一个女生说的 那你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 证实他到底有没有对他猥褥 都没有 过了一两个礼拜 妈妈又听到他女儿讲说 他爸爸这样每天要 就是跟他坦诚 比如说要睡觉也要跟他一起睡 他就觉得很不舒服 就不愿意 就直接跟他妈妈说 不要不可以这样子 连要睡觉都要锁门喔 让他爸好像让他闹着你 害怕 他选择离家 敲家 对 敲家之后呢 妈妈 他去找妈妈 也不敢找 因为爸爸会找到妈妈 然后我就跟他妈妈讲 你直接告他 告你先生 我跟他妈妈讲 只要你要上法院的时候 我这笔录提供给你 你要出发也是 法院说你没钱 你怎么拼什么 来跟我争监护权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警方 就给提供我们的笔录给你 送到法院去给你 所以我们当时也没有 把他爸爸喊送 最后他把这个女儿 判给了妈妈监护权 好感觉 也转学了 这样子 好来我们先休息一下经广告 好高刑警这里啊 还有一个国二的男同学 是 就已经会炫耀他的性经验了 对 或国二 H 你当时 算了 开玩笑 最近在民国86年 在万华地区的一所国中 那这所国中 一个国中二年节的学生 在学校炫耀说 他已经有性行为的关系了 其他同学都在说 你身材拖看你黑白讲 就是说他 我说国中的孙子 都会让大家电话说我有女朋友 对 就是这么说 那所以同学 就这样瞎启弘 瞎启弘就说 你这个 在班上之后他都被对立了 然后听到他就 叫他什么 一个不好听的粗号就对了 臭屁 对 类似这样子就对了 但是他有一天 他就跟他 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朋友讲 他真的有性行为 而且他的性行为是他妈妈 你亲生妈妈 跟妈妈 跟妈妈 他妈妈在 他会 贵林路那边上班的 有些茶室 然后都会上到一两点 返店回去 他跟他妈妈两个人 租在一个套房 两个人睡一张床 从小四五年级睡到现在 国中的还在睡 所以他妈妈喝了酒之后 就会跟他 慢慢的就是 对他做一些挑逗的行为 妈妈挑逗儿子 对 然后这个案子 当时是 学生跟 传开了嘛 一个说一个 比如说 我跟青龙讲 青龙就说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他人说 青龙说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他人说 马上全校都知道 这句话意思就是 我跟你说 你一定要跟他人说 马上全校都知道了 知道了之后 有那个社工 就是问他母亲说 你有沒有跟你儿子 做这种行为的时候 他妈妈说正常的啊 我生他 我要教他以后 他怎么生小孩啊 他妈妈以前都不觉得怎么样 那这个案子后来也是 也是要移送 这一定要移送 有移送 有性侵害啊 那是儿哨法 16岁以下 与16岁以下的人 发生性行为的话 其实是違反了 刑法227的性侵害 我那一年好像还没有性侵害 那一年 对啦 我记得是 我记得还没有 那后来有把他妈妈移送 他妈妈移送 我们后来把那个孩子送到社工 他安置一个安养中心去养 那照顾就对了 暂时也不让他妈妈再跟他有接触 然后再来第二个 也帮他转学 从万华把他转到那个 南港这边的学校 那所以整个都是台北市政府 社工人员在照顾 那我们再来看喔 请看 这个是 发生在英国 这是阿公 这是阿公 这阿公一半会 这是他的孙子 他如果小孩看稍微有生 对吧 有有有有 鼻子嘴巴有像 阿公帅帅的 我相信他年轻帅帅的 然后他这个孙女其实也蛮漂亮的 那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呢 他因为这个人瑞一百岁了 生日 所以呢 家人呢 就为他在酒吧 举办生日派对 那在派对里面呢 大家就称赞这个百岁的老翁是绅士 是个可爱的老人 而且庆生的新闻还上了报纸 但是事后 这个老翁的孙女 也就是这一位 四十六岁 四十六岁 他跳出来指控他阿公是 恋童癖 从他还不到五岁的时候 就开始对他性骚扰 所以他这时候跳出来指控 是没有办法忍受一个恋童癖 一个性侵犯者 竟然被称为绅士 是个可爱的老人 你说大家在扮生日的时候 他深感不安 他没有办法接受所有人围在一起 赞美他有多棒 因为事实刚好相反 多年来他隐藏这个秘密 总是刻意不出席家庭的聚会 现在阿公一百岁 他决定把他拆穿 后来警方有调查 老翁终于认罪 被判缓刑两年 因为你叛二十岁也没效 一百岁了 由于吃到百岁 对吧 这个事情成为全英国最年老 被判刑的恋童癖 可是他虽然做对的事 他听说家人不谅解他 我请请教邓医师 这是什么心情 就这个时候我才要出来讲 家人又不谅解他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牵涉到 很多刚才讲的事情 因为这个女性 她讲的时候是四十几岁 我其实看的感触很深 因为我们现在就四十几岁 我觉得人其实 市长对节目这样牺牲很大 我觉得一个女性 就是接刚刚赖律师在强调 那个真的很有感触 就是一个女性 到了四十几岁 才有一点点的自我确信说 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可以为自己 争取一个什么东西 我在工作中遇到的很多女性 都是在四十几岁 甚至当了妈妈 小孩也甚至到青少年的时期 回头看自己小时候遭受的一些性的 骚扰或是侵害的事件的时候 她才能够去处理罪恶感 跟要伤害家人连结 以及对我自己的一种伸张正义 这中间的平衡才能处理 所以刚才其实大家 谈到很多事情 我觉得都有这一块 就是好 你现在发生家内的 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刚刚赖律师有提到 那个受害者他会有很强的罪恶感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外部的法律 社工安置 然后任何东西 你这个东西在进行的时候 不能够忽略一个事 就是这一个当事人 他必须要在整个过程中 有很强力的陪伴支持辅导的系统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让他觉得执行这件事情 是他有某种 就是他有某种力量的 就是这是我虽然很害怕 很不得已 但是我必须要执行 我不必须要让这件事情执行 我必须要让哥哥 受到这样子的制裁 或者说这样子的检查 那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办 我其实平常跟哥哥很好 而且他的确是问我 我自己是答应的啊 然后这个过程中怎样 那我告诉爸爸的时候 本来叫爸爸不要跟妈妈讲 爸爸怎么会跟妈妈讲 妈妈说一定有很多这些 大家互相心里面的焦虑 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专业的人 专业不一定说 一定是心理治疗专业 有时候可能是一个亲戚 可是他有这方面的素养 那他这个过程中 你要让这个人去处理 他这些罪恶感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外界 大家无法消化 家里面四分五裂的这些东西 最容易吸到他身上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 结构性的问题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然后甚至有时候 会请他反过来 去扮演一些角色说 如果今天角色互换 今天是你 对别人做了一些事情 而那个人他需要这样子 才能够感到他自己的一个 对自己的自信的修复 所以这个中间是很重要 他刚刚那个妈妈 他如果真的因为他的社经阶层 他觉得跟儿子做这种事情 是不怎么样 那儿子被带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双方都需要被俘到 这个妈妈要知道说 这个过程并不是他的儿子 就被这个社会抢走 等于是再请教 他在整那几年他的公就死啊 所以才要讲啊 他是受不了 因为他其实不到 他其实不到五岁的时候 他也就这样对他做了 就是你讲这个重点 如果等到他死了 他就永远没有经历 会 平反 很多人 会在这个时候 越来越焦虑 甚至我看过一个类似 死了没有人知道就 没有 我看过一个类似的例子 不是 就死了你就没有办法逃回公道 你的情绪反而没出口啊 对啊 就他欠你的他就不用还了 就带到土里去了 而且就像邓医师讲 他真的是有个罪恶感在 你知道他 他爷爷是在他不到五岁的时候 因为他的孙女自己在 他痛苦了四十几年 对 他怎么讲 他的讲法是说 他爷爷那时候 就会转开他的房门 进到房间去 还告诉他说 不可以告诉你的阿嬷 也就是说 他其实心里觉得 他对不起他阿嬷 你知道吗 所以他是背负这样的感觉 背负了四十几年 所以他心里一直有个 一直有个 情绪没有出口原因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会算他的年纪 他说五十九岁的时候 他去侵犯了他五岁的孙女 是 这样子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个资讯 就是现在有一个 在国外有个叫 MeToo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 我也曾经被性侵或性骚扰的事件 都是很多年 可能才说出来的 那有些人可能想要走向司法 有些人只是我想要书写我当时 描述我当时的创伤 那这个目前在卫福部有个叫做 也是现代妇女基金会在做的 就是叫展新复原中心 也就是把你的创伤写出来 也就是不能说的秘密这件事情 其实你还是有一个复原之路 是可以走的 不用担心一定 就像说走到司法 然后他就觉得 事务这整件事情 就走到司法被曝光 被审判 但是你还是有一条路可以做 美国现在在揭发别人的性骚扰 现在未为风潮 太多人只要被揭发就下台了 而且那些人大概好像都不敢否认 这个我觉得很好 而且只要被揭发就下台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这个请邓医师来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在台湾 确实是有爸爸去侵犯女儿的 可是女儿后来受不了 就揭发这件事情 那揭发这件事情 妈妈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看过的例子是女儿 就是爸爸长期是对她 有一些性骚扰的一些动作 那女儿慢慢的大了之后 她体会到说 这个已经超越了疼爱 因为她本来就是 爸爸最疼爱的女儿嘛 那她后来就是 爸爸会亲吻她的时候 已经是那种有情欲的亲吻 例如说声吻 然后会磨蹭她的身体 然后她可以感觉到 爸爸身体有反应这样 所以她觉得 非常非常不舒服 所以她就跟先生 是跟姐姐讲 可是姐姐的反应就是说 你就是占尽爸爸的疼爱 然后你现在还在这边哀 那就是姐姐觉得 爸爸这样是不合一的行为 可是姐姐觉得说 你不应该去 所谓的跟老师讲 或是跟外人讲 会害到我们 因为姐姐已经比较大了嘛 知道会有这个什么 家里蒙羞 家里蒙羞 对 因为姐姐说 我们就不会 我跟二姐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所以不是爸爸有问题 不是爸爸是狼 是你有问题 所以那妹妹就因为这样子 第一次要表达的时候 被姐姐这样说 她就变得有点自责 她就开始很懊悔 她跟爸爸从小就是 她就是沙坡耍赖 然后就常常坐在爸爸的腿上 常常要爸爸抱 她就觉得很羞耻 可是她开始就是 对爸爸保持距离之后 爸爸开始会责怪她 说她阴阳怪气的 然后她就变得不爱回家 或什么 然后连妈妈也加进来说 她变坏 那姐姐对她毫无同情 因为姐妹之间的嫉妒 从小就很 所以这个小孩子 知道后来就是行为 变得很怪异 一直到在学校 有一些旷课 来一些行为的时候 被老师带去辅导 那从辅导老师那边才知道说 原来她心里没有跟爸爸 有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经过跟老师的辅导之后 她才决定说这个事 她自己才定义 有的时候这个定义很难 她才定义说 爸爸对我是有性骚扰的 所以她决定去跟妈妈讲 但是这个事情 已经又过了一两年了 就是这两年她都梳理爸爸 所以已经没有碰到她 所以她再跟妈妈讲了 之后一方面是说 这个事情已经没有现在进行事 然后妈妈就会说 你看 你看 你自己行为检点 这两年就没有了 所以之前 不检点 对 是你不检点 所以你看这都是你的问题 你现在还要来讲什么 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子 在学校 老师有很多的辅导嘛 现在有很多的 这个意识 这个概念 所以她觉得 这件事情是应该要被处理 或爸爸应该要 至少要被告知 或者要来个道歉 然后要确保 她不再有这样的行为 还她一个认知上的公道 可是当她表达她这样的诉求 实际上 妈妈就是一直罵她说 你想干嘛 你现在跟我讲这个 要干嘛 然后甚至妈妈在 跟她有一些长期的心结 就是老公 她觉得她老公 其实很疼爱这个女儿 妈妈跟女儿有时候 会有一种嫉妒的心结 但这是很隐为的 所以这个女儿 其实到这种少女 大家她唱到老公的爱 对 就是她其实看着她女儿 就是她去说 你干嘛每次都要穿那么露啊 然后在家里穿那么短啊 对啊 你胸部很漂亮 妈妈对女儿的身体 会讲出这些话 吃醋 嫉妒 就是她其实讲这些话的意思 她没有办法意识到 心里对于家里面 有一个年轻女性 她自己跟她自己 跟老公之间的关系 这错重复杂 她没办法处理 所以她讲这些话 就对女儿造成很大的伤害 其实各位母亲要知道说 所有对一个女孩身体的一种 不是很爱护或尊重的言语 或者说恐吓她说 你怎么不正经啊 是不是不检点的时候 对年轻女孩的伤害都非常大 如果这个话是来自母亲 因为她会觉得说 好像全家跟她为敌了 甚至女孩非常在意母亲 对她的身体的一切的 例如有的母亲只是开玩笑说 我胜部就这么有你哪里没有 这个女孩子的那种心理创伤 可以很长 这样会很长的 对 因为是妈妈讲的 好像就是 就是连我的母亲都看清我的身体 那种东西会造成一个女性的至尊 很严重的受损 所以像这个女孩子 她后来其实就是继续辅导 只有去很 就是一直吃闭门羹 可是很强力的一直去邀约她妈妈 来参与这个对话 然后慢慢的也 其实也辅导妈妈 最后一直到这个事情慢慢有了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然后再让爸爸加入 来知道说这个东西的确是已经造成了一种骚扰 然后爸爸能够做一些弥补 或是说 其实这个道歉意义非常大 哇 那个女孩好可怜喔 H你这边是也有听过 从国小这辈父亲性侵 我不要描述太详细了 我就说我听过他们跟我讲过的话就好 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我单一个案来讲 就是说 像刚刚邓一师提到这种案例 他可能在家里面受到父亲或哥哥的性侵犯 我曾经听他们讲过他们去自杀 因为得了重度忧郁症 那我们常常会站在朋友的立场 或旁边的立场问他说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 他跟你讲说其实 你说自杀这件事 对 他就跟你讲说 他其实想过有三条路 有三种情况嘛 第一个情况是因为 我非常爱我爸爸或我非常爱我哥哥 但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 所以我选择把这件事情吞下来 那就事情就过了 可是 第二个情况是 可是每当他回想到 他曾经压在他身上 对他做那些行为的时候 他就曾经告诉自己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不能够放过这个男人 可是这两件事情 当他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 他就选择第三条路 他就自杀 他曾经去法院上 他曾经试着想要过说 因为回到家里面 他还是觉得爸爸妈妈对他很好嘛 他也不想破坏这个家庭嘛 妈妈可能也会跟他讲说 你知道如果爸爸被抓了 我们家就少了一份收入 姐姐们哥哥们 他们就没有钱可以读书 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做 他给他这样子的压力 然后 可是重点是 他曾经试着在法院上 试着想要隐藏一些证据的时候 他回到家之后 发现他爸爸竟然就靠近他了 好可怕 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这种 重复的信任跟失望之间重复来 所以他的病情 就一直没有办法好转 对 所以他就不断限制这种 我对这种人 我真的觉得很 很没办法忍受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受到最大的伤害 不是被一个陌生人给伤害 因为他是被一个他最爱的人 给伤害的 如果 现场有在看 就是电视机前面有在看 我们是男人 我们有这样子的癖好的时候 你也不要去说 我觉得理智还是可以克制一切的 你还是 不然你就等于是一个禽兽了 所以 不要去伤害你最爱的人 跟你最亲近的人 不然的话 你要知道那个后面的结果 这事情用讲的 如果有要做事情 天啊就太平了 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这事其实也很重要的点 然后在这个的辅助面 如果大家要教育女儿的话 其实这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牵涉到一件事 在恋童或是这种 儿童的性侵事件里面 那个女孩子 她也许有机会强力的 反抗 反抗或是拒绝 但是她们那个没有办法 有时候是一个精神上的 没有办法 为什么会这样 我觉得这就回到 大家怎么教养女孩子 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看到 例如身边很多朋友 甚至我的同事 就是这个专业里面 我们看到 有没有人 有没有比较会养小孩 其实是不见得 我仍然还是看到很多人 引以为傲的是说 我的女儿很善解人意 很听话 我不是说善解人意 听话不好 可是我讲一个例子 大家听听看 就是这个女孩子 她现在不想睡觉 她想要玩玩具 可能三四岁的小孩 她不想睡午觉 然后爸爸就跟她说 你现在不去睡午觉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你现在不睡午觉 然后女儿就是 不要啦 我不要睡午觉 她爸爸说 如果你现在不照我的意思 去睡午觉 我晚上就不带你去公园 或我就不喜欢你 或我就不买糖果给你 或者说爸爸就不疼你 爸爸就要带妹妹去玩 或是怎么样 我还听过一个是 大一点的 然后如果这个女孩子 不知道她的意思 去学一个什么才艺的话 那今年暑假去欧洲 爸爸就只带妹妹去 不带你去 或者妈妈有时候 也可以实行这种教育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你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你很高兴 好像是个惩罚 对 然后我看到 像我看到那个小女孩 一个小女孩 她自己学会了 就会说 那如果我听你的话 那你就会喜欢我吗 爸爸就跟她说 对 我在旁边很想介入 我很想对朋友说 No 这个很可怕 你不要让她 有这样的想法 尤其是女孩子 整个社会都在教我们 要变成这样 所以你千万不要 让她觉得 要为了别人的喜欢 去做别人的喜好 你可以跟她讲道理 你跟她辩论嘛 现在玩玩具 跟现在睡午觉 就像你等一下晚上 会有什么差别 你晚上会没精神 或怎么样 可是我们太方便地 去操控一个小孩 女孩子的情绪 那个女孩子长大 或者说 在过程中 她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就是一样的逻辑 了解 好 来我们先休息 进广告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香港的例子 好 这个是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叫 呂立瑶 她是亚洲四季 集武艺运动会 8秒41 摘下女子 60公尺 跨栏金牌 香港跨栏选手 她在脸书 说她被她的前教练性侵 她说她在大概十三四岁的时候 跟前教练的关系 好像老师又好像朋友 没有想到 她一直尊敬的这个教练 会对她伸出魔爪 她写到 人是一种矛盾的动物 这些年 我还跟这位教练有来往 她不是性侵她吗 她好歹 她说好歹 她也交了我一段日子 所以呢 此后每年我都会跟她 庆祝生日 我是神经病吗 怎么跟一位性侵犯自己的教练 每年去庆祝生日呢 我不知道 也许我能够把自己也骗倒吧 对自己说 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丁医师 这是什么心情 就像她讲的 其实这种认识者的性侵犯 很多都有一个模糊地带 有些会让你觉得是在跟你谈恋爱 然后有些觉得说 那是太喜欢你了 所以她失去控制 所以她其实也很懊悔 很多很多这里面的模糊地带 所以很多的受害者 会继续跟加害者 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 在心理上是最大的一种逃避吧 就是你是我的男朋友 或我跟你有一种特殊的好关系 所以我们之间没有那个很难思考的 所谓加害的问题 那她又何必把它举发 可是人会成长啊 或者说她会发现这个事情 对她有某种影响跟意义 所以等到她力量比较够的时候 或她觉得痛苦太强的时候 一定有某一个因素 那或者说整个社会的潮流 慢慢地对于这个事情 能够给予更多的一个知识 友善的时候 有些人她会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13 4岁 大家知道13 4岁的女孩子 其实是很难去处理这种 攻击性这么强的事情 所以对方只要给她一点点 例如说她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隔天又若无其事的来跟她上课啊 然后又跟她有说有笑的时候 那她要去提起这一个决裂 不是一个幼年的 就是少女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是 那网路上 也有很多的支持跟鼓励 可是质疑她的声音也很多 就是说 质疑她不报警啊 对 你为什么不报警 这报警其实现在也未必能够 我觉得她那个当下 她其实很难马上想到 什么报不报警这种事情 因为那个吕立尧她的状况是这样 她其实是受到另外一个 好像伦敦奥运的一个体操金牌 她的启发 因为她也是讲了自己 当初被教练性侵犯的事情 所以她等于是被她启发鼓舞之下 所以她决定自己站出来讲 那吕立尧自己是在念中学 是45岁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教练 等于说帮助她半年一年的时间 发现她这个教练帮她真的有效 然后她的成绩真的有往上爬 往上爬所以她对这个教练 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信赖感 相信这个教练呢真的会帮我 可是那个教练就等于说 利用这个信赖感的做出这种事情 那她是什么状况呢 她就变成说是告诉吕立尧说 这教练就跟吕立尧说 那个我要帮你按摩放松肌肉 那因为以前都信赖她都有效嘛 所以她就到那个教练的家里面去 那结果呢那个教练就等于在说 叫她趴下来 趴下来她说她帮她按摩那个肌肉嘛 她说她自己当下其实心情 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她 所以你不要讲说报警 不敢反抗 对 不敢反抗 然后呢她也不敢相信说 教练会做这个事 一个我这么信赖的人 竟然会对我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那个心理上根本要定义 这是什么事 就要需要很大的功夫 定义这是爱 还是爱情 还是什么 限区 对 这其实是很难定义的事情 教练爱我 在主观上会有 因为那个加害者 会给她一个模糊的讯息 所以她十三四岁没有办法定义 也没有能力处理 可是她现在已经更成熟了 她就慢慢分辨出 这是什么东西 她自己会去 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定义 就像你刚刚讲 英国46岁的孙女 她到46岁可能够成熟 够强壮 也许她得到她伴侣的支持 或者说 我要讲一下 台湾的性侵害事件 熟识者性侵害是占七层的 我相信在其他的国家也是一样 认识的 都是认识的 所以她熟识者性侵 当然是选择的方向 应该选择的机会变很多 所以熟识者性侵最多 刚才郑大哥拿着那个公车 那个小朋友去摸胸部的 这个 在南京那个高铁 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们对于身体的界限是模糊 你看那个小女孩还在滑手机 好 在我们处理的家内性侵害事件 往往被发现的就是什么 她发现这个孩子 对于性这件事情的界限非常模糊 那这是我们往往发现家内性侵害 最早的一个蛛丝马迹 所以谁可以发现 不会是家内去举报这件事 不会家内去通报这件事 通常除了医院 因为我觉得已经是比较后段 法事教育体系 最容易看见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需要 多一点老师一些 还有亲戚朋友其实也蛮长的 亲戚朋友对 但是就很担心 他还是属于家内的一个结构 就是家庭内的一个结构 如果你们在路上看到有大人不当的 对待小孩的身体 侵犯他的界限 会怎么做 我制止啊 你直接上去跟陌生人制止 或者说如果是你认识的人当中 例如说一群朋友 你朋友的家庭聚会或什么 你亲眼目睹这个朋友的大儿子 这样子对妹妹 我会跟他父母亲讲 对 可是我跟你说 很多人其实是觉得说 那些官人这些事情 有个人有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要呼吁的 其实就是赖玉士刚刚讲 周围这些人 是最早可以发现这些问题 我算是假的很薄 要更多假的 这个网路的霸凌 又会害死一条人命 那现在网路的霸凌 还有那个言语的粗暴 残酷 这个实在是很多人受不了 所以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 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好 那这一位 这个年轻的女生 二十岁而已 那她姓庄 她是这样 她是独生女 爸爸是大学教授 妈妈呢 长期留在美国 然后呢她在八月 就是八个月大的时候 出现幻天跟睡眠障碍 导致常常精神不佳 那所以呢她就有一群LINE的群组 可是呢她说大家都没有同理心 都还在跟她讲说这个人在讨拍 如果她她讲说她这状况不好的话 然后她的同学也都没有支持她 都在笑她 那所以她就去上网 她想不到上网竟然很多人骂她精神病 还说干脆绑起来或者是关起来 她大受刺激 后来呢就自杀在黄波提一下 网路很恐怖 我觉得网路的霸凌这件事情 是已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那目前因为这个科技的因素 有两个类型是我们现在最痛 最麻烦的 一个就是裸造被威胁 就是一些可能私密照 我们称之为复仇式的设计 复仇式的 譬如说你如果不跟我继续化 我就把你的东西就po在网路上 然后或者用假账号 说你是在做性交易等等 这是第一个类型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 像刚才曾大哥讲的网路霸凌 那目前的法案 我讲一下法案正在推动的 就叫反跟踪骚扰法 因为它那种霸凌方式就是 形同于继续性的一个骚扰行为 那这个情形到底可不可以用 反跟踪骚扰法 来制止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 目前还可以观望的事情 那至于复仇式的设计 目前在国际上也好 在台湾也好 也是在探讨这件事情 我们是不是要把一些 复仇性的案件做归纳 然后找出我们的法律上 一个应对的政策 是 H 网路上有人给你罵吗 有啊 上我回去就会了 骂你啦 骂你什么 各种都会讲 我以为都骂郑大哥而已 那真的是就说之不尽 数之不绝 我觉得来上节目 或者不管是上电视的每一位 多多少少都会被讲 我到现在没看到会被讲 大概就这两位金差完全是不畏 因为他们不敢讲御师 有 有 这倒是真的 也有嘛 那骂你什么 我忘了耶 最近比较少 但是比如说他讲的不要看啊 跳过啊怎么又有H之类的 类似这种的 那你会很在乎吗 我会 你会很在乎吗 我其实会 有 我其实心里蛮敏感的 那你怎么去调试 我会一直看 有没有新的留言出来 如果有一整好的 就会把那个坏的给他做 你其实很幼稚你知道吗 真的 我一直很在乎 直到有一次一个朋友 寄了一个星座的东西 给我解开我这个心情 那也怎样 就是通常就会有 就算有十个说你讲得很好 就会有一个来骂嘛 比方说都讲四平八稳的专业的话 就说好像在背书啊 或者在宣传专业精神科啊 大家都掏心掏肺的 讲很多真诚的话 只有你一直在讲这个学术 那有时候讲一些个人观点 就是说 谁要看你讲 谁要听你讲个人观点 会让你来 是因为你是医师 你讲个人观点谁要听 这样也不对那样子 所以讲个人观点 不讲个人观点都要听 所以我也是其实还蛮介意的 然后我有时候看 心理科医师嘛 介意啊 好安慰 有时候我看了 就是十几个大家都说 讲这一点我很喜欢啊 讲得不错啊 支持啊 只要有一个 其实我看了就真的是蛮介意 就有一次人家寄给我 星座的个性 那我是狮子座的嘛 然后那个解析 我忘了是哪一位 星座专家写的 他真的写的好棒 他说狮子座的特性 就是 就是它是 它是一个圆饼图 你百分之几的时间在干嘛 百分之几的时间在干嘛 百分之几的时间在干嘛 他说狮子座百分之七十 还是百分之八十的时间 在关心有谁在给我按赞 好 然后另外百分 假设百分之八十五 那另外剩下的百分之十五 在关心没给我按赞的是谁 然后我就觉得说 真的是被说中了 所以我就 我就不再看留言 是齁 你在乎吗 一开始啊 一开始 比较会那个坏 现在不会啊 不是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没求啊 不是因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持什么观点 反正总是有人认同你跟不认同你 你很少会找到一个论点 是很安全 就所有人都支持你的 那既然大家对事情 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 很自然的交流 自然的交流 所以 所以我到后来 我其实也就不太去看那些留言 你知道 我最近甚至看了他流不好的 可是他明明讲的 就不是我在节目上讲的 要表达 我把别人的套在你 不是 我没讲完 或者是说他没有 他误解了 他曲解了 对 然后我就很想回 然后我就想要用我的脏子来回 发现不对 那我的照片在上面 我就改名字 换照片 他讲的自己好蠢喔 有必要吗 就算了 我觉得我还 真的律师比较不会 你没有被骂 不是 不是 律师常被骂 就是被讨厌的 是需要一点勇气 就是说 因为我打官司 对照一定骂我 骂很难听啊 所以你有同墙铁壁 不是 习惯性被骂了 因为就是 举例来讲就是 你只要是对照 那边的男 我有时候撞子写到 整篇撞子都在骂我 我想你老婆不是我耶 你干嘛一直骂我 对 你老婆是她不是我 你整篇从中断写赖方玉怎么样 赖方玉怎么样 然后呢 有一次就跟那个 另外一个彭通道讲 他说我被人家骂一个坏女 他说你还没妖女啊 你应该是 你应该身归为妖女了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言论 因为某种做社会运动的人 你是做少数的一个观点 少数人的观点 跟边缘的视角 所以他本来就会让多数人 或主流价值人 会抨击你的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可能要习惯 有没有有人买你吗 有啊 怎么没有 你会去看吗 有啊 他讲说 他说 他意思是说你几岁了 你会看 他说你这个小警员 很小波喔 也是所以在脸书上面写说 这个小警员 这小刑警 小刑警 这就这么念嘛 他说这无敦力的私生子 说我有 你这样看得太好笑 我这个新冠又有声 没有啦 他在里面会写啊 他帅多啊 我都一律写谢谢 两个字回啦 你没有回喔 你还回喔 我都回 每个都回 我都回谢谢 你有等于问你爸吗 我爸就问他 要他拔杯 因为 看到这个时候 我其实 我心中忐忑 一下子 我怎么突然变成有人认识我 另外觉得说 你很红 他讲的 关我什么事 我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我这边进去 这边都出来的 吴先生 你要听我的吗 吴先生喔 你不是说 吴敦力的私生子 他说 没有 他说我两个 第一个说的是 吴敦力的私生子 第二个说的是 周时尾的兄弟 六转 有点像 有点像 弱选 那你觉得像周时尾好一点 为什么 要剪掉 你想说吴敦力 不敢跟你怎么 我 我是看到 有人称赞我的话 我都觉得 揭露有追准 有吗 但是很少人 很少人 很少 那是跟我买的 我母亲说的 贴婿 但是买婿 是 是 知道太好了 对不对 邪魔太赞 他有在注意 他有在注意 我做配偶那种 很讨厌我 但是他又一直看留言 就是说他用时间 还写东西来骂你 还用他的生命 花在你身上 这样的感觉就是了 他教育你就是了 吼 我跟你讲 你骂我真的 我觉得从那里 站在那边看很有乐趣 我都看说他会用什么词 真的 我们来看这一段 可以招来多少人 对啊 也现在留言了 今天有留言有得看 加油加油加油 等一下 ∑ž 进入留言大家都 永远